中南海保镖究竟有多厉害 这段拍摄于1990年的绝密影像告诉你答案 身材矮小的中南海保镖李建文 仅用五招就将前苏联特种兵打得连连求饶 那么这场被世界各国惦记了几十年的格斗现场究竟有多激烈 时间回到1990年 作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拳击专业的留学生 李建文没多久就获得了俄罗斯拳击冠军 在新疆出生的李建文从小就吃牛羊肉 虽然身材并不是特别高大 但浑身肌肉格外发达 有着李小龙第二支撑的李建文身手非常的矫健 两届全国武术套路比赛金牌早早被他揽入怀中 两届国际自由搏击冠军 六届国际散打武术冠军 等等一些列冠军奖牌早早就被他揽入怀中 与一般人想象的成名大师都非常的小气非常不同 李建文曾经担任过多个国家的国家队主教练 教导出来的世界冠军 亚洲冠军 欧洲冠军都有好几十个数都数不过来 听到这里 很多人是不是会觉得李建文是一个指挥武术的莽呼 事实并非如此 李建文还有着圣彼得宝国立影视大学影视导演学士和硕士学位 可以说是铁汉柔情了 所以有着极高成就的他多次参加武术比赛 并且担任裁判 视频开头的影像就是李建文在担任裁判的时候临时参与的一场比赛 作为前苏联跆拳道比赛冠军 并且还是一名特种兵的热尼亚 他看见坐在裁判席上的李建文整个人都无心比赛 甚至怀疑起了这场比赛的真实性 因为在他的眼中李建文跟他年龄相仿 而且个子并不高 甚至自己一拳都能将李建文打倒 他凭什么能够坐在裁判席上 这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李建文是一个亚洲人 是一个中国人 让他更加的轻蔑了 所以他想都没想就提出了自己要跟李建文比赛 不然就要所有人承认这场比赛就是郭佳佳 听到热尼亚嚣张又不尊重人的话 李建文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般气急败坏 又或者高高在上 态度非常的平和 甚至没有一丝急躁 而是用跟小孩子交流的语气说道 称自己跟热尼亚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 而且自己还是裁判 有些太过欺负人了 所以他不能做出这种视强凌弱的行为 但热尼亚却不领悟李建文的好心 反而觉得李建文就是不敢动手 所以言语间就带了些对东方人的侮辱 听到这样话 李建文不再忍爱了 而是痛快地答应了热尼亚的请求 但他动手前还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要让热尼亚带上全套护具 不然恐怕会产生什么不可预料的后果 这样的话 在热尼亚听来就是在吹牛 自己一定要将李建文打得满地爪牙 那么 事情真的会像热尼亚想象的那般发展吗 这是1990年前 苏联特种兵跟我国中南海保镖 李建文格斗的真实影像 身材高大魁梧的前苏联特种兵 浑身护具被打得连连后退 而身材矮小的李建文却接连进攻 场面看起来十分的滑稽 那么这场为何感如此大的比赛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对于前苏联特种兵热尼亚来说 自己跟李建文的比赛非常的重要 毕竟作为比赛的评委 李建文还是有些影响力的 如果他要是能够将李建文打败 那他的国际知名度肯定就会大幅度提升 最重要的是李建文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他很轻易就能够将他打倒 所以在比赛还没开始前 热尼亚就忍不住笑了 甚至想要提前庆祝自己的胜利 但对李建文来说 这场比赛就是一场简单的教导赛 因为热尼亚实在太不懂事了 不仅对比赛没有任何敬畏心 还多次侮辱亚洲人 他肯定不仅能接受这个事情 所以在仔细斟酌之后 他才应下了这个挑战 但作为武术界的前辈 他肯定不能将后背直接打死 所以在比赛开始前 李建文要求热尼亚必须带上 全套的护具 不然就不动手 虽然觉得热尼亚觉得 李建文这样的行为就是晚尊 但为了能够尽快比赛 热尼亚还是答应了这个条件 随着一声枪响 比赛马上开始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热尼亚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所以一开始就主动进攻 准备直接将李建文给击毙 谁料他这样的举动 在李建文眼里 就像是小学生挠痒痒一般 还不等热尼亚靠近李建文 李建文就是一个高抬腿 直接踢中热尼亚的脑门 将对方踢得连连后退 身形亮腔的差点摔倒 李建文的动作 瞬间让全场人睁大了眼睛 毕竟他们从没见识过这种武术 而作为被攻击的对象 热尼亚仅凭李建文的一个动作 就意识到他的厉害 但强大的自尊心 让他不愿意就这样人数 几个呼吸调整好自己的节奏之后 热尼亚就再次向前进攻 准备一记扫堂腿 将李建文扫倒 然而李建文看穿了热尼亚的意图之后 并没有躲避 反而往前冲去 一个侧踢直接将热尼亚的双腿踢倒 紧接着一记猛踹 就将热尼亚踹得重重摔地 一面上溅起了许多的灰尘 等热尼亚站起来 李建文就一记蝎子摆尾 彻底将热尼亚击倒 再也起不来 以为自己可能要死到临头的热尼亚 直接闭上了眼睛 觉得李建文肯定会乘乘追击 对他痛下杀伤 谁料李建文看他没有进攻意思之后 也停了下来 毕竟李建文只是为了教育他一下 并没有准备对他怎样 一下子 李建文豁达的气度 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这时 更令大家好奇的是 李建文使用的究竟是 怎样神秘的中国功夫 他们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1990年李建文在前苏联格斗比赛中 三岛击败袁苏联特种军 才成到冠军用一样的真实影响 神秘武术会有无数尊重 那么他是否就是那神秘中南海狗妖呢 对于几招就轻松将自己击倒的李建文 一直骄傲自己是特种兵和跆拳道冠军的 热尼亚满脸羞愧 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对这样一位武术大师不尊敬 但李建文却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但是不能对他的国家不尊敬 这是底线 看到李建文真的没有跟自己计较的意思 热尼亚非常好奇地询问李建文 他使用的究竟是什么神秘的东方功夫 为什么跟李小龙不一样 听到这样说法的李建文哈哈大笑 称自己使用的就是最普通的中国功夫 中国传统武术有南拳北腿的说法 李小龙除了学习永春等拳法之外 也曾经跟北派武术大师学习过腿法 但是因为腿法在是实战中要求更高 一旦使用不当 很快就会北对方抓到漏洞 所以必须学习特别精湛才能使用 而这场比赛因为李建文跟热尼亚 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所以就使用腿法比较多 是晋级而已 听到李建文的说法之后 热尼亚更加的羞愧了 觉得自己只是学了几招花拳绣腿 就这样到处招摇 根本领悟不了真正的武术精神 而李建文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师 当然李建文也正因为太过厉害 而被人传为中南海保镖 但事实上李建文跟中南海保镖 没有任何的关系 真正的中南海保镖 不仅擅长武术 还非常擅长热武器 危急情况 都够直接将你们送回老家的 当然了 李建文低调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不爱出风头 一直是默默的我国传统武术 甚至没有偏见 只要是真心喜欢武术 真心尊重我们国家的文化 他都愿意细心教导 没有任何偏见 正因如此 李建文被世界多个国家 都尊称为大师 并且主动邀请他 在各种武术比赛中担任教练 觉得以他的公正 肯定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那么对李建文的做法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哦 我一点都会怎么收到 需要你去除了